右边这个叫栏位 什么叫栏位 就是你刚刚下载下来的资料 我稍微我还是看一下 非计划性住院案件 14天内再次住院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指标名称 这个就是再住院 14日内再住院 再来这边是不是年纪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分区 县市别 然后医事机构 再来就是 例如说这个医院 他的院所的指标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其实我一直都算不出来 这个所属分区跟全国指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很多的 就是差一点点 这个差一点点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还有其他没有公布出来 你知道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等一下我觉得迟早都要讲 所以我先让你知道一下 那个这不是我算的数字 这是卫福部公布的数字 这个所属分区 那我先排序一下 排序 制定排序 首先我按照这个年度纪别排序 年度纪别 然后A到Z 也就是我们就先来去看 2012年的Q1 然后例如说中区 新增 新增我是要排序的是分区业务 然后一样A到Z 我们来找那个人最少的 最少的不是中区 也不是北区 东区最少 东区只有这几个 对不对 好 我先把这些 我先mark起来 好 请问一下 各位知道最上面这是什么 这个是院所 这家医院 所有院所 加总平均 是不是就是所属分区业务指标值 对不对 对吧 对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答案不是 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把这些加总 这些加总是0.0 1.4796 这是加总值 它的平均值是0.098 可以吗 0.098 但是这边有没有算出来是 0.079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个数字为什么有点差 是因为 它现在放上来的是有的值 但是你应该知道平均有很多医院 它就是没有 听得懂吗 就是我现在算的东区 东区业务事务组 假设医院有50家 可是我现在只放上来几家 听得懂吗 我现在只有放上来有的 对吧 那请问 请问例如说花莲池剧 有没有 对不起 我应该找那个小一点的医院 它就是刚好没有14天 再住院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两个 这个加总起来理论上 你会想说 它的平均值应该就是这个部分 结果不是 你大概只要知道这件事就好了 因为你觉得卫福部这边提供出来的数字 会错到哪里去吗 其实我觉得不太会错到哪里去 只是它没有提供你 就是零的这个值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们的计算的基准 计算的基准是指 是指 举例来说 我们 会不会希望知道说 这个我们这一区是0.08 对不对 我们这一区是0.08 那这个是不是高于0.08 这我就想要知道 那有没有最高的 你看像这个0.16多了一倍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关心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成效分析要分析成这个样子 然后也许我们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视觉化呈现出来 方便我们不管你是要去做介入辅导 还是你要去了解 你才会有评有据 好 你看像这里面最高的是这一个 对吧 过往 过往 我真的要告诉各位 过往我们都怎么做这件事 至少你要做视觉化 例如说 这边只要是大于0.08的 是不是都应该要用特别的颜色标出来 所以在以色调里面 你会多做这件事吗 常用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对吧 这就是视觉化 这就是我们至少要给主管看的 你不要给主管看一大堆那个0.08以下的数字 你觉得主管会想要看这个数字吗 不会 还有主管更想要看的就是那个很低的 例如说那个0的 好了 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要交以色调 如果你要知道说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怎么做 您可以怎么做 您可以在YouTube上面就搜寻我的名字 再加以色调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就会找到这部影片了 这样可以了解 好了我就关掉了 这不要储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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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